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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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新科鑽石大師余申宏 非常感謝公司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邊代表鑽石大師晉升人員 我發表我的感言 是時候了 是我該晉升鑽石大師的時候 在105年9月份的時候 當時我正式成為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把晉升鑽石大師的感言 準備好了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知道 只要在愛多美這條成功的路上 我努力堅持不放棄 有一天我一定會升上鑽石大師 這一天 今天達成了 我再偷偷告訴各位 我要晉升尊王大師 的感言也準備好了 各位相信嗎 各位這麼了解我 同樣的道理 只要我堅持努力 不放棄 不放棄 有一天我一定會升上尊王大師 不只是我 我們在座各位 大家一起 在這裡 努力堅持 我們未來都可以升上尊王大師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不好 四年前我以上校官街 從軍中退伍下來 那個時候我就沒打算 要閒著 在那個時候 我就已經很清楚 想到 我要找一件 我認為有價值 而且精彩的事業要做 雖然 我已經有一份不錯的終身奉 這個終身奉 其實是 過去 在軍中辛苦了 熬了33年的結果 那這一份終身奉 33年的時間 非常辛苦 雖然辛苦 但是我也覺得 非常的光榮 所以我在每一次 我都不介意 跟各位分享 我有一份終身奉 最主要 就是這一份終身奉 對我來講 我認為是一份光榮的 當然 我講過 我並沒有想要 閒著過我的後半身 因此我就 開始尋找 有了尋找 事業第二春的一個動機 就在三年前 台北中校西路 一家 柏朗咖啡店 我的推薦人 在那個時候 以很不樂意跟我分享的情況下 讓我接觸了愛多美 為什麼講不樂意 其實我的推薦人 是王俊豪鑽石大師 他也在現場 坐在我手指的方向 借助各位的掌聲 來謝謝我的推薦人 掌聲歸掌聲 我還是要還原一下真相 那一天 他跟我約了以後 其實不是要講愛多美 他是講別的一家傳銷公司 因為要花個三五萬塊 所以跟我講了三十分鐘 看我沒有什麼反應 就馬上又從包包裡面 拿了兩張紙出來 又講了兩家傳銷公司 所以說我們這個王俊豪鑽石 他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說他這一生 做過二十三家傳銷公司 我真的相信 因為在跟我接觸 短短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就講了三家了 所以說他二十年要做二十三家 我絕對相信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接觸到愛多美 他也不夠跟我講了五分鐘 我就對愛多美這份失業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興趣 我的介紹人跟我分享五分鐘之後 我是在這一次見面後的三個月 才加入會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介紹人 講完之後就失蹤了三個月 他也沒有叫我加會員 三個月之後才回來叫我簽會員 所以我加會員的時間晚了三個月 那我加入會員之後 我就很積極的 從龍潭到自己每個禮拜 開車到台中黎明上課 連續三個月的時間 抱著一個歸零學習的心態 來學習愛多美 在我第一次去韓國 參訪回來之後 我就確定了 要在台灣成立教育中心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在去年的4月1號 也已經達成了 好 重點是 在這三年不到的時間 其實我又建立了 我自己人生第二個終身奉 各位羨慕嗎 看到各位流露出來 這種羨慕的眼神 讓我很肯定的 人生第一個選擇跟第二個選擇 都是正確的 我們經營愛多美這份事業 讓我的人生又更精彩 而且是更有價值 因為我始終認為透過這份事業 我可以幫助到很多的人 同時也可以來成就我自己 雖然我們沒有 生活上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 立即的需求 但是透過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幫助到很多 我們周遭的親友 能夠跟我們一樣好 我們過得好 大家過得好 才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如果說大家都不好 只有你自己好 我想你也開心不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 在愛多美經營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動機 今天能夠身上鑽石大師 我要感謝我們龍壇中心 所有夥伴的支持 沒有他們的齐心協力 我也上不了鑽石 同時我也非常感謝 台中鄰民中心 雙玫瑰還有板橋中心 雙鑽石的情意相挺 讓我能夠很順利的 踏上了鑽石之路 未來 我們要在公司的代理下 繼續協助我們的夥伴 能夠在世界各地 能夠發光發熱 未來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 在愛多美這個平台上面 能夠在頂峰相見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我對吧 1970 年有努力 4ラ氣 5 8 hearts 2